大业十年,隋扬帝已经内外交困,对外战争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成功,国内的农民起义倒是风起云涌,如火如土。 就在这关键时刻,隋朝的宫廷里又发生了一起大案,让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准,关龙贵族集团也因此再度分裂。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记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扬帝的悲剧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业十年,隋扬帝已经内外交困,对外战争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成功。 国内的农民起义倒是风起云涌,如火如土。 就在这关键时刻,隋朝的宫廷里又发生了一起大案,让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准,关龙贵族集团也因此再度分裂。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记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扬帝的悲剧人生。 请请关注谢绿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十九集,黎敏之词。 八月十年,有一个叫安家陀的方式,给隋扬帝上了一封秘奏。 这个秘奏里就写啊,现在流行一条称语,称语说李是当为天子,也就是说有一个姓李的人接下来要当皇帝了。 所以安家陀就跟隋扬帝建议,不如把天下姓李的人都给杀光。 那这个上奏一下子就引起隋扬帝的高度警惕来了。 要知道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所谓称伪呀,所谓称伪那就是一些政治预言了。 就是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社会上就要,就可能流行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去预测未来政治走向。 那现在呢,隋朝天下大乱政权部门,类似的称语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面对李氏当为天子这个说法,隋扬帝该怎么办? 能不能像那个术士安家陀说的那样,把天下姓李的人都杀光?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隋扬帝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重点排查一下哪一个姓李的人可能应这个称语,然后把那个重点怀疑对象杀掉就是。 那这么多姓李的人从哪排他起啊? 隋朝的时候啊,社会上最有势力的还是所谓关隆贵族集团。 而这个关隆贵族集团顶层是什么人? 顶层不就是西魏设立那八驻国十二大将军吗? 在这八驻国十二大将军之中,姓李的就有三只呢,都是谁? 第一只啊,是八驻国之一的李毕,那他的虫孙子就是跟着杨玄杆一块造反的李毕,当时已经是流窜江湖了,这是一只。 第二只呢,是八驻国之一的李虎,他的孙子名字叫做李渊,当时正在山西镇压农民起义军呢。 那还有一只,就不是八驻国了,而是十二大将军之一的,叫做李远,他的孙子呢,名字叫做李敏,当时在隋杨帝身边担任将作舰。 这三个人就是李敏,李渊和李敏,其实就是天下理性中的头面人。 那么趁语说李是当有天下,这三个人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了。 那在他眼里,最有嫌疑的是谁? 在他眼里,最有嫌疑的绝不是李渊,而是李敏。 为什么? 因为李敏有三大过人之处。 那三大过人之处,第一,家事献鹤。 我们这样说,可能大家马上就不同意了。 说人家李渊和李密的祖上,那都是八驻国,而李敏的祖上不过是十二大将军,你怎么到说他家事献鹤呢? 这就看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论原始出身,也就是论西魏时期安排的那八驻国十二大将军,他李敏的祖上确实不如李渊和李密的祖上那么献鹤。 但是要论到隋朝的处境,那么李敏他们家的势力可就大大提升。 为什么李敏他们家在隋朝能够大大提升势力? 是因为李敏有一个叔爷爷,就是他爷爷的弟弟,特别强悍,是隋朝最重要的开国功臣。 李敏这叔爷爷是谁? 那就是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的那老将军李慕。 当年这个杨坚不是要篡夺北州的天下吗? 马上激起了东部地区三总管的起兵,当时也是声势非常浩大呀。 幸亏处在中间地带担任兵州总管的这个老将军元老重臣李慕力挺杨坚。 这才赢得天下归心,杨坚也才能顺利建立隋朝。 因为有这样的不适之功啊,所以呢,李慕在隋朝的大臣里是排名第一的。 现在大家去翻隋书的那个大臣的列传,李慕还是第一个。 那有这样的功劳,所以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就给他官拜太师,赞拜不明,给他隆重的礼节。 而且还讲了,他的子孙即使是强暴婴儿,也都官拜一同啊。 一家子当到五品官以上,每天拿着象牙做的护板上朝的就有一百多人。 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势力,一下子就成了隋朝最显赫的家族了。 那书爷爷打下基因,李敏他爸爸也不是凡人的。 李敏爸爸是在这个开皇三年的时候,因为对抗突厥,壮烈牺牲的。 所以人家李敏既是功臣之孙,又是烈士之子,从小就养在宫里长大的,受到相当程度的关照。 那我们这么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论起原始出身来,李渊和李敏是比李敏强的,但是要论起当朝的背景,论起在隋朝的势力,那李敏可就占有势了。 这是第一个过人之处。 那李敏的第二个过人之处是什么? 他第二个过人之处是跟皇帝关系亲近。 怎么叫亲近? 李敏是隋阳帝的外甥女婿。 那有外甥女婿,先得说这外甥女儿。 隋阳帝的外甥女是谁? 那就是隋阳帝的大姐,也就是北州的太后到隋朝改封乐平公主的一个杨丽华。 杨丽华的女儿就是这个外甥女儿。 名字叫做宇文娥英。 当年杨丽华嫁给北州的天元皇帝,只生了娥英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宇文娥英在北州是响当当的第一公主。 后来隋文帝不是窜北州了吗? 那么当然,宇文娥英就不再是公主了。 但是隋文帝也好,隋阳帝也好, 面积这个乐平公主在见隋的过程中立的大功, 对宇文娥英都是相当照顾的。 宇文娥英长到谈婚论嫁的年纪, 他们也没有给他贸然就指派一个丈夫, 而是充分尊重他的意见, 让他自己选。 怎么选? 当时还是隋文帝时代吗? 隋文帝就在洪圣宫拉了一道沙连, 然后让宇文娥英小姐坐在沙连后头, 然后就把士陵的年貌相当的这些贵族子弟都集中到洪圣宫来, 然后一个一个从沙连面前过, 每个人到那儿先报上姓名, 做一番自我介绍, 然后再展示一下解忆, 宇文娥英看上谁就是谁。 那宇文娥英也是一个挑剔的人, 一天面试了一百多人, 就没有一个看上了。 这时候李敏出现了, 小伙子往沙连面前一站, 说几句话, 摆几个pose, 马上宇文娥英笑了, 就是他了。 为什么李敏能够在这么多贵族公子歌中胜出? 因为根据史书记载, 李敏是, 每风一意善其设, 歌舞管弦, 无所不通缉。 李敏这小伙子长得漂亮, 而且公马贤熟, 更重要的是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 这其实就是当时社会为贵族公子设定的经典形象。 那宇文娥英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呀? 就这样呢, 这个李敏不就成了隋文帝的外孙女婿了吗? 那对于隋阳帝来讲, 不就是外甥女婿了吗? 那我们刚才讲宇文娥英在隋朝待遇高啊, 出嫁的时候也是非常风光的呀, 隋文帝当时就下令让这个借给这个李敏一品御仪, 让他以一品官的这个排场来迎接宇文娥英, 而且宇文娥英的所有礼数都比照当朝公主来对待。 那既然云文娥英身份这么高贵, 她的丈夫自然也要非常高贵才能配得上他呀。 可是李敏结婚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 他哪有那么高贵呀? 怎么样才能让他迅速高贵起来呢? 这时候她的丈母娘就是乐平公主就出手了。 乐平公主怎么出手? 云娥英下架, 那隋文帝不是要赐宴吗? 宴会开始之前, 乐平公主就跟黎敏讲了, 我把天下都给皇帝了,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婿, 我一定让你当一个大官, 什么叫大官呢? 住国才叫大官, 所以一会皇帝赐给你别的官, 你千万不要谢恩, 什么时候他让你当住国了, 什么时候你再谢恩。 那黎敏聪明马上新领神会了, 宴会就开始了, 宴会开始之后, 隋文帝亲自弹起琵琶, 然后黎敏在旁边宰歌宰舞, 一曲终了, 隋文帝对外孙女婿也很满意, 就回头跟乐平公主讲, 说你这女婿不错, 现在当什么官呢? 乐平公主说当什么官呢? 一届白丁, 还没当官呢? 那隋文帝马上说了, 我受你一同吧, 一同是什么? 一同是一同三思的简称, 那是五品温散官。 大家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小猫孩子, 从前没有当过官, 一下子就受五品官, 这应该很厉害了吧? 黎敏呢? 就笑了笑, 也没说话, 也没谢恩。 所以你一看这是不满意啊, 那就再给高一点吧, 又说了, 我受你开辅。 开辅是什么呢? 开辅是开辅一同三思的简称, 那是三品温散官, 高官了, 从白丁一下子到三品大远了, 黎敏怎么样? 黎敏还是笑了笑, 不说话。 随文立作聪明啊, 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了, 肯定是自己的女儿乐平公主在背后撑腰的, 所以马上说话了, 说公主有大功于我, 我何德于其婿, 而惜关乎, 今受辱, 住国。 说乐平公主对我立过大功劳, 我怎么能对她的女婿还可惜一个官职呢? 这样吧, 我直接受你住国。 住国是二品温散官。 好, 这时候乐平公主笑了, 那黎敏这才跪下险。 你看这不一下子就高贵起来了吗? 那后来到隋阳帝时代了, 隋阳帝大业四年, 乐平公主不是跟着阳帝一块西巡吗? 就死在了河西走廊的张业俊, 在临死之前啊, 这个乐平公主还跟隋阳帝脱姑, 我没儿子, 我一辈子就生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我要死了, 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但是我就不放心我这个女儿, 所以我死之后啊, 请求陛下你允许我把这个我的汤姆衣, 就是我的十亿转给黎敏, 让他们小两口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姐姐这样交代了隋阳帝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把乐平公主的十亿五千户转到了黎敏的名下, 就皇亲国妻, 继富且贵啊, 这是黎敏的第二个过人之处, 那黎敏的第三个过人之处是什么呢? 她不光是隋阳帝的亲戚, 还是隋阳帝的亲户, 那我们不是讲宇文和英是乐平公主唯一的女儿吗? 那乐平公主自然舍不得让她离开自己身边, 所以呢, 黎敏也一直没有到外地去做官, 就一直跟在皇帝身边伺候, 那一来二去, 这个跟皇帝的感情就很深啊, 跟隋文帝隋阳帝两代皇帝都非常的好, 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了, 怎么才叫最信任?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那杨玄感不是在都运粮草这个岗位上叛乱的, 所以自从杨玄感起兵之后, 隋阳帝对都运粮草的官员就怎么着都不放心, 这个官职绝不轻易受予人, 想谁都觉得不踏实, 那么到第三次东征, 谁接杨玄感的班都运粮草啊? 就是这个秘密, 从这一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隋阳帝心目中, 最可靠的就是自己的外甥女婿, 那有这三个过人之处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吧, 无论从家世背景婚姻关系还是本人受信任的程度看, 黎敏在所有姓李的贵族之中那都是独占熬头的, 那现在既然说李氏当为天子, 黎敏受到的怀疑肯定也是受当其冲, 那这还不算, 黎敏还有一个事情给他惹了麻烦, 什么麻烦呢? 他的名字起的不好, 他说黎敏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黎敏这个名字没有什么不好, 关键是这是他的大名, 他有一个小名呢, 小名叫洪儿, 就是洪水的那个洪, 叫洪儿怎么就犯忌讳了呢? 本来从来没有换过忌讳, 黎敏叫这小名叫了三十多年了, 隋阳帝也叫了他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觉得这小名有什么不妥, 但是现在李氏当为天子这个称语一出来, 这个隋阳帝马上就动了心思, 因为他记起来, 当年他爸爸隋文帝曾经跟他讲过, 自己做过一个噩梦, 这个噩梦是梦见洪水冲了长安城, 这不才开始建大兴城的吗? 那现在隋阳帝就想了, 所谓洪水冲了长安城, 是不是就意味着洪儿要高化大隋王朝? 他就这么想了, 这么想之后呢, 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怎么办呢? 他还算直接, 他就去跟黎敏把自己这个担心说出来了, 就让那个黎敏改改名字, 以后别叫洪儿了, 你哪怕叫绿儿呢都比洪儿强, 那隋阳帝发话了, 黎敏怎么办呢? 黎敏其实是吓坏了, 这名英屠衬在古代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情, 在这个事情上, 皇帝惦记绝对是凶多吉少, 黎敏就要想了, 这是改名字那么简单的事吗? 就算是我把名字改了, 隋阳帝就能放心吗? 他觉得不可能啊, 所以他非常恐惧, 非常恐惧之后怎么办? 他就觉得呀, 人多力量大嘛, 多找几个人商量商量吧, 就去找自己的唐叔李魂和唐兄李善恒商量去,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 就这么一商量, 就给自己商量出了灭门之祸, 这么回事, 我们要把这件事说清楚, 还得先交代一下, 还得先交代一下, 他去找人商量, 找的那个李魂是何许人, 李魂是何许人, 李魂是李牧的第十个儿子, 李魂不关给隋文帝立过功, 跟隋阳帝关系也很好, 隋阳帝还是晋王的时候, 他就追随左右, 算是翻底旧臣, 所以呢, 现在隋阳帝当了皇帝, 李魂也顺理成章的, 当到了右萧卫大将军, 就点领晋军啊, 算是隋阳帝的心腹爱将, 不过呢, 李魂这个人虽然位高权重, 但是人却不善良, 曾经为了争夺, 他爸爸李牧留下来的爵位, 和实义, 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害死了自己的两个侄子, 怎么回事, 我们刚才讲, 李魂是李牧的第十个儿子, 那开皇初年李牧去世的时候, 不是就要考虑他的祭祀问题吗, 谁来接他的班, 接他那个爵位当身国公啊, 谁来承受他那一大笔, 实义那一大笔财产呢, 那中国古代什么人继承呢, 按照狄章子继承制的原则, 应该是李牧的大儿子继承, 可是李牧的大儿子死得比李牧还早呢, 怎么办呢, 再按照狄章子继承制的原则, 又传给了李牧的大儿子的大儿子, 也就是说李牧的大孙子, 名字叫做李云, 那李牧眼看着老爸留下来的这个爵位, 还有那么一大笔财产都给了自己的侄子, 他心里是很不痛快的, 那这个继承人吧, 这个李云呢, 偏生又是一个不怎么懂的人情世故, 比较小气这么一个人, 平白无故继承了这么一份大的家业, 居然就没想着给叔叔分一杯羹, 就没理这个李牧, 那这样一来呢, 李牧更觉得任无可忍, 最后就起了杀心了,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李云给干掉, 他当时啊, 就去怂恿自己的另外一个侄子,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李善恒, 让李善恒把这李云给谋杀了, 那大家想人命关天啊, 何况人家李云是凡人嘛, 那不是啊, 那是继承的申国公啊, 所以朝廷肯定要追查呀, 那李云难道不怕朝廷追查到他头上吗, 他还真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早就想好对策了, 这个被杀的李云呢, 平时跟自己的另外一个唐兄弟, 叫做李渠谈, 关系不好, 这是世人都知道的事, 现在李云死了, 那嫁祸于那个李渠谈不就得了吗, 所以到朝廷派人调查的时候, 李魂就以李家长辈的身份作证, 说就是那李渠谈把这李云给杀死的, 那后来李渠谈是白口莫辩的, 就定了案了, 就被处死了, 成了冤死鬼, 李魂就这样, 接连害了自己的两个侄子, 李云,李屈谈都是他侄子, 那接连干掉两个侄子, 李魂到底想干嘛, 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谋夺他爸爸李牧留下来的爵位和实义, 可问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李魂是李牧的第十个儿子, 就算是李云死了, 还轮不到他呀, 这怎么办, 这时候啊, 李魂又利用起另外一个人来了, 谁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隋阳帝的亲信宰相, 也是隋阳帝时代的五贵之一, 宇文树, 李魂为什么能够利用宇文树, 因为李魂的太太, 就是这个宇文树的妹妹, 李魂是宇文树的妹夫, 宇文树是李魂的大舅子, 两个人是狼舅关系, 而且平常关系不错, 这个时候啊, 朝廷不要商讨着给这个李云再利四吗, 嗯, 李魂就找到宇文树了, 说如果你能在皇帝面前替我说好话, 把这个爵位和十亿都传给我的话, 那么我将把十亿的一半, 也就是财产的一半分给你, 你说咱们做个交易, 宇文树是什么人, 我们前面也讲过, 宇文树是个财迷, 一听这事有好处啊, 就真的去办了, 他怎么办的呢, 他就跟皇帝讲, 说利四嘛, 其实无非是两个原则, 一个叫利长, 一个叫利贤, 所谓利长就是狄长子继承, 可是现在呢, 死去的李云他没有儿子, 所以他这没法传了, 那我们只好采用利贤的原则, 利贤李牧这些子孙中谁贤呢, 宇文树说呀, 大多数都是草包, 只有一个人很贤明, 那就是利魂, 那我们刚才又讲, 李魂跟两代皇帝关系都不错嘛, 所以呢, 皇帝还真的就采纳了宇文树的意见, 真的就让李魂去继承了他爸爸李牧留下来的, 申国公的爵位和大笔财产, 那李魂当然开心啊, 宇文树也跟着高兴啊, 他就等着一半财产划播到他的名下了, 那事实是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呢, 根本就不是那样, 这李魂继承了李牧的爵位和财产之后啊, 整天花天酒地, 光是小妾就收了一百多个, 然后都是穿金带银, 铃锣绸缎绸缎跟仙女一样啊, 自己过得很好, 至于说先前许诺给大舅子宇文树那一半财产, 也不知道是真忘了, 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反正就再也不提起了, 那咱们知道这是搞阴谋的事, 也不可能两个人先立个字句是不是, 所以宇文树就等于吃了一个哑巴亏, 就觉得自己被这个李魂给耍了, 所以宇文树是相当的不高兴, 就发下毒誓, 说我竟为李金才所卖, 死且不忘, 李金才就是李魂的字, 我居然被李魂的混蛋给耍了, 我到死我也忘不了这个仇, 宇文树是一个记仇的人, 也是一个有本事能报仇的人, 从此之后就一心想着怎么样整一整自己这个妹夫离婚, 可是虽然他整天这么想, 就是整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李牧他们家有单书铁券, 李牧不是给隋文帝立过大功吗, 所以隋文帝结位之后就赐给他铁券, 上面是这样写的, 隆熙李贤离远李牧昆仲, 设计佐命, 恭为称守, 未及人臣才为人杰, 自此以后虽有千罪, 但非谋逆, 纵有白死, 终不颓温, 金镇特赐此铁券为证, 传诸子孙, 世代永迹, 持此微凭, 也就是说呀, 李牧兄弟, 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 只要不是谋反, 其他的罪过一律不予追究, 那宇文树想找这样的人报仇, 这不是难上加难吗, 所以这仇报不了, 宇文树也是相当郁闷, 可是现在呀, 李氏当为天子, 这个趁雨一出来, 李敏又总往李魂他们家跑, 这宇文树可觉得自己逮到机会了, 他就去找隋杨笛说了, 说安家陀说李氏当有天下, 我觉得呀, 这个趁雨还真有点靠谱, 为什么呢, 我那亲戚李魂最近就恨不对劲, 你看他呢, 整天去跟李敏和李善恒秉人私语, 而且一谈就是一通宵啊, 李魂是一个大臣, 他们家背景又那么大, 他又掌握进兵, 那他这样干是什么意思, 陛下应该好好的去, 这个劈他一下, 那其实不就是说, 李魂要跟李敏他们造反吗, 那我们也知道, 当时自从这个趁雨出来之后, 隋杨帝的神经本来就过敏了, 连李敏小名叫红二他都不放心, 何况又听说这样的人, 彼此凑在一块每天在这商量, 那就更不放心了, 就赶紧让宇文树带领一千士兵, 把这个李家为一个水泄不通, 把那一干涉案人员,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李魂啊, 李敏啊, 李善恒啊, 还有他们的家眷, 就包括隋杨帝的亲外甥女儿宇文娥英, 就都给抓到监狱里去了, 那人都抓起来的就审吧, 谁审呢, 当然还得找那个最善于见风使舵, 看皇帝脸色办案的那个玉史大夫裴运, 问题是这个李魂也好, 李敏也好, 他们确实没有谋反啊, 裴运虽然擅长把小事化为大事, 但是你要让他把无事说成有事, 他还真下不了这狠心, 所以连审几天就找不着这个谋反的证据, 没办法, 只好把这案子呀, 又推回这个隋杨帝那, 说审不出来, 那这时候隋杨帝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知道隋杨帝的心理, 他当时啊, 其实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宁可漏杀千人, 不可使一人落网啊, 也就是说在心里头, 他已经给李敏离婚定罪了, 你说审不出来他能干吗, 那裴运审不出来怎么办, 这案子本来是宇文树调起来的, 那就让宇文树来审了, 你把这个礼魂交给宇文树, 那不就等于把羊交给狼了, 那宇文树怎么审的案子, 他这个办法很巧, 他根本也不去提审什么李敏啊, 礼魂啊, 礼善恒啊, 这些人一概不管, 他直接把宇文鹅英从监狱里提出来, 然后就跟宇文鹅英讲, 夫人啊, 您是皇帝的外甥女儿, 您害怕以后找不着好丈夫吗, 这黎明也好, 礼魂也好, 他们的名字就应了那个腰衬了, 国家是万万不能让他们活下去的, 谁也救不了啊, 所以您不如和我们合作吧, 您和我们合作, 我保您不受他们的牵连, 那宇文鹅英是什么人, 我们一直在讲, 宇文鹅英是一个娇身惯养, 长大的女孩子, 监狱里折腾这么几天, 早就嫁不住了, 现在一听宇文树这么劝, 她的心就活动了, 就说呀, 不知所出, 为尊长教主, 说我倒想配合你工作,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配合呀, 你教教我吧, 宇文树说, 这太好办了, 我教你, 你就讲, 他们你家确实谋反来着, 李魂就曾经跟我丈夫李敏说, 你的名字就应了那个谶语了, 以后你一定会当皇帝的, 我帮你做成这件事, 怎么做成呢, 说咱们皇帝喜欢打仗, 现在天下都已经造反了, 所以也是天王, 也是上天要灭亡随朝了, 那主上既然喜欢打仗, 他以后还会去再打高原, 那个时候啊, 以咱们俩这种身份, 一定会当将领, 当将领就要领兵啊, 我领两万多人, 你领两万多人, 咱们加起来就是五万人, 另外呢, 咱们家这个兄弟子职多呀, 咱们就让所有的兄弟子职, 包括亲戚都去英募, 那以我们家这种背景, 只要我们英征, 我们就得当将军, 那我们的子弟不就散在各个部队之中了吗, 到时候我和你就负责去袭击随阳帝的御营, 然后我们其他的兄弟子职在在各支军队中响应, 你放心, 一天之内咱们就把随阳帝给拿下, 咱们就能实现盖朝换代, 那语文鹅鹅一听这太复杂了, 我哪记得住啊, 说这样吧, 你口述, 我笔录, 好, 语文鹅鹅就真的笔录了一遍, 语文鹅鹅就真的笔录了一遍, 笔录完之后, 语文鹅马上把这份口供当作秘奏, 呈现给随阳帝了, 那随阳帝一看自己亲外甥女这封密信, 眼泪都下来了, 拉着语文树的手就说呀, 物宗舍即清, 赖庆家宫而获权而, 因为随阳帝的女儿嫁给语文树的儿子嘛, 所以他管语文树叫庆家宫啊, 说要不是庆家宫民, 我们的宗庙设计就完了, 那这就是什么罪呀, 这就是谋反罪了, 一有谋反罪, 单书铁券也保护不了黎民离魂, 这一概认了, 那得治罪呀, 怎么治罪呢, 你这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啊, 这是重罪, 绝对不能姑息, 所以随阳帝下令, 把以黎民离魂为首的李氏宗族32人出疑死刑, 那其余的远一点的亲戚, 一律流放令难, 32个人就这么肆于非命, 那告密这语文娥影怎么样, 会不会像语文树许诺的那样, 再给他找个好丈夫, 才不可能呢, 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 随阳帝马上把语文娥影给软禁起来了, 几个月之后赐给他一杯毒酒, 毒死了事, 害了那么多人, 自己呢也还是没能报权,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政治冤案, 那这个冤案一出来, 随阳帝的统治是不是更稳固了呢, 不可能啊, 随阳帝的统治不仅没有更稳固, 相反倒是让他的政权更加分崩离析了, 为什么, 首先这是一起冤案, 冤案就不能服人, 冤案一出来, 朝廷里很多人就会觉得皇帝做的不对, 不公道, 皇帝就会丧失人心, 这是一回事, 另外, 你说就算是黎民李魂他们死了, 这个衬宇能消失吗, 不可能啊, 李氏当为天子这个衬宇还在啊, 那随阳帝心里也没有把握呀, 我杀对了吗, 随阳帝这儿没有把握, 他还想盯着下一个姓李的人, 那么所有姓李的人还得坠坠不安吧, 那在所有坠坠不安的李姓子弟之中, 最坠坠不安的是谁, 那就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了, 为什么是李渊, 要知道李渊不仅仅是八祝国之一李虎的孙子, 他的母亲啊, 和随阳帝的母亲, 还是亲姐妹啊, 都是独孤姓的女儿嘛, 所以他是随阳帝的亲表弟啊, 是身份, 也是既亲且贵, 并在这个官佑, 也就是现在山西这一带, 扫荡起义军呢, 也算兵权在握呀, 这样三个特征加到一块, 不是也有可能应那句谶语, 所以想一想李渊, 随阳帝也不踏实, 不踏实怎么办, 把李敏这案子一结束之后, 他就争李渊入朝了, 那李渊一听吓坏了, 本来就有点担心的, 皇帝叫他入朝, 是死活不敢去啊, 死活不敢去怎么办, 他就称病了, 称病不朝, 称病不朝正好呢, 李渊的一个外甥女姓王, 就在随阳帝的后宫之中, 是一个妃子, 那么有一天呢, 随阳帝就问这个王氏, 说我让你舅舅入朝, 他怎么不来呀, 这王氏赶紧说呀, 我舅舅病了, 起不来床啊, 好, 随阳帝一听, 冷笑了一声, 说病了呀, 那你猜他会不会病死呀, 王氏把这句话转达给李渊, 李渊吓得是魂飞魄散, 怎么办, 怎么自救, 从此之后, 这李渊就开始招权纳会, 纵情圣色, 这是干什么, 这在古代叫自污, 我们也可以管他叫韬光养晦, 其实就是想用自己那些不靠谱的行为, 告诉随阳帝, 我没有任何野心, 我是怎么也当不成皇帝, 那随阳帝一听, 身边的人天天都说李渊这个人无能, 李渊这个人混蛋, 他呢倒是放心了不少, 也就没有再追他下去, 问题是这样对整个国家好不好, 当然不好, 本来李渊算是随阳帝的亲信, 也是当时镇压起义的一员干将, 可是现在呢, 这干将也不干了, 而且呢, 还跟皇帝离心离德呀, 这只能让随朝的统治局面更加糟糕, 也就是说因为李敏这一个案子, 随朝的统治集团又出现了一次大分裂, 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信任也更加脆弱, 那么现在随阳帝外面有农民起义, 在内呢, 由统治集团解体, 已经是重判亲礼了, 他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啊, 他的统治又将走向何方啊, 请看下集, 随阳帝出巡赛北, 东突厥启民客汗顶礼膜拜, 真是风光无限, 然而到了大业后期, 当随阳帝再次故地重游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让随阳帝颜面尽失, 甚至差点性命不保,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 随阳帝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敬请关注西藏部第二十集, 燕门之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